那我们今天希望新生的部分呢 我们学习的是170页 同样是308则 308则 题目是 永恒的光明能源 永恒的光明能源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老师的开示 大圣发心 是这个世界永恒的能源体 永恒的光明 永恒的发起 善业之地 一切的佛菩萨看到这个发心的人 会有什么感觉 就真爱啊 因为真爱他就等于 真爱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有了这个心就会保护很多人 不受伤害 为什么我们说 大圣发心是 永恒的能源体呢 其实在广论204页 有一段描述 大圣发心的功德 那段文非常的美 我每次读了都很感动 所以现在也一起念一下 跟大家分享 他怎么说呢 事故能生自他一切利乐本源 能除一切衰恼妙药 一切治世所行大路 见闻念处 悉能掌溢一切众生 由行立他兼臣自立 无所缺少 具足广大善权方便 由此大圣可屈辱者 当思惜哉 我今所得成为善德 当尽所有事夫能力 屈此大圣 意思就是说 大圣佛法 大圣发心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它是能够出生 自他一切有情的 利乐的根本的源头 它是能够除去 自他一切衰损苦恼的妙药 它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应该要修行的大道 然后具有 这样子的大圣发心的功德 你只要见闻念处 跟它结上一点点圆 就能够长久的利益到你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因为通过广大的利他行呢 也完成了圆满的自立 好 所以呢 有这么殊胜的大圣 可以屈辱 可以学习呢 应该要想说 我这样的遭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有 非常非常的难得 所以呢 应该要尽我们所有修行人的能力呢 趋入大圣佛法的修行这样 所以呢 大圣发心就是这样的特色 大圣的修行也是这样的特色 因为你深广的利他的善业呢 会感到种种美好的乐果 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 可是又因为你 爱他甚至的这个普利心的关系呢 你又会无余的把你得到了种种的美好 继续跟一切众生分享 那是不是就造了更大的善业 乐果更多 继续跟众生分享 乐果更多 生生不息 利乐无尽 所以说 大圣发心是 永恒的能源体 永恒的光明 永恒的善业之地 就是这个意思 好 然后注意哦 刚刚 老师是说 一切的佛菩萨 一切的佛菩萨 一切的师长跟十方祝佛 对于发心的人是什么感觉啊 然后老师说 就珍惜啊 就是很珍惜这样的人啊 注意哦 是所有的一切的佛菩萨 师长都对这个人 很珍爱 很珍惜 所以呢 发心可以让 所有的师长 非常非常的欢喜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无比的加持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 功德为为的师长佛菩萨 我们大家都很希望 能够让他欢喜 可是有的时候会 很彷徨 不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你现在看到这边 老师的开示 广东的开示 你就知道说 有一条路 可以让所有具足 功德的师长佛菩萨 没有任何一个例外的 都会对我产生欢喜 产生真爱之心的 什么路呢 发心之路 发心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 然后呢 入行论里面也特别讲 生死玉系苦友情 若生真实不离心 即刻得名诸佛子 世间人天应尽礼 其实呢 本来是 欺负在生死 轮回生死当中的苦恼友情 只要你一发心 你就是佛子 你就是如来的种姓 那 世间的天人 都应该要对你 礼敬这样 而不只是天人应该礼敬 其实经典里面 讲得很清楚 只要一发不离心 就算你还是凡夫 只要一发不离心 你的功德就超胜于 所有的声闻跟独觉 超胜于所有的小胜胜者 好 乃至于说 你还没有发心 你只是一心 悉求仰慕 赞叹发心 那个功德就是无量无边 非常的不得了 所以呢 师父常常会讲 那个阿罗汉 跟他的弟子 小沙咪的公案吗 小沙咪本来背的背包 帮阿罗汉背的包袱 跟在阿罗汉后面走 但是小沙咪走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心里生起了一念 对大圣功德 对大圣佛菩萨的仰慕 觉得大圣功德 真的是无量无边 非常的殊胜 那我也很希望 我能够发起不离心 去走大圣道 他还没有真的发给不离心 他只是对大圣道 发起一心的仰慕 一念的仰慕而已 那他这个 有他心通的阿罗汉的师父知道了 马上就跟这个小沙咪讲说 来你走我前面 我帮你背包袱 小沙咪在前面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又想说 哎呀 那个大圣佛菩萨要无量解舍 头目老随利益众生 难行苦行 太辛苦了 我还是早一点 这个自己泄脱死身轮回的痛苦就好了 还是做小圣的修行就好了 他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 他那个阿罗汉的师父又跟他说 来你走我后面 你帮我背包袱 这样 所以只是一念 对大圣发心的 希求仰慕赞叹 那个其实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 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已经困扰这个世界一年多了 但其实认真想 从佛法的角度想 从老师的开始的角度想 你不用过度去担心疫情跟萧条 经济萧条 最重要的是呢 你要礼尽 希求赞叹 保有这个无限生命当中的 永恒的能源体 大胜发心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疫情啊 萧条啊 所有的苦果 还是来自于 我们当初这种 爱自胜他的 我爱之 隐身的烦恼 造作的恶业所感得的 这样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在疫情期间呢 记得 这也是老师的一个教诫 碰到疫情的时候 千万不要自私 千万不要自私 因为 这个疫情还有种种苦果 就是因为我们 自私自利的恶业所产生的 所以碰到疫情蔓延的时候 千万不要自私 否则 这个恶业 这个恶业所感生的 这种痛苦的境界 是过去的自私的因所导致的 你对这个境界 自私的习性 继续发作更强烈 造作了更强的自私人业 以后产生的痛苦跟困扰会更多 会越演越烈 所以才会说 不要过度的去担心 疫情跟萧条 我们真正应该要把握的是什么呢 要礼尽 希求 赞叹 乃至于保有 这个无限生命当中 永恒的能源体 大圣发心 也许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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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